顺末年终花莲远熊越来饭店和远熊文教工艺基金会及远熊海洋公园 特别邀请了世界展望会花莲中心服务的国小孩童 在圣诞节前夕举办了一起耶诞趴放乐园 让孩子们可以体验海洋生物零距离的接触 感受到奥妙自然的冬季海洋之旅 同时还招待他们享用圣诞限定晚餐 感受耶诞节的快乐气息 顺末年终花莲远熊越来饭店和远熊文教工艺基金会及远熊海洋公园 特别邀请了展望会花莲中心服务的国小孩童 在圣诞节前夕举办一起耶诞趴放乐园 让孩子们体验海洋生物零距离的接触 来一场精彩的冬季海洋之旅 远熊越来大饭店分享爱与欢乐 我们学同远熊文教工艺基金会还有海洋公园 邀请台湾世界展望会花莲中心服务的15位小朋友们 一起来远熊越来海洋公园这边 针对海洋生态一个零距离的一个体验 同时也能够提前过一个圣诞 来过圣诞节的一个欢乐的气氛 除了海洋生物体验 越来饭店也准备了圣诞限定大餐 让孩子们提前过圣诞节 那在饭店端的部分我们也提前让小朋友 享用不同的一个圣诞大餐 我们推出了马告原烤乳烤的一个大火机 那也邀请大家在圣诞期间 能够来远熊越来大饭店享用圣诞大餐 远熊集团表示 这次活动足了希望带给展望会的寿助童 有温暖的圣诞体验 也希望透过活动让孩童对海洋生态奥秘 以及动物保育观念可以从小扎根 引领孩子们开拓崭新视野 传递正能量 介续慧欢时报道